这个得奖机器人是由国立吉隆商工航电科二年级学生欧阳胜 以及资讯科二年级学生林博汉 在老师指导下合作制造的机器人 可以定位并且夹取物品 不但可以协助人类搬运物品 更可以使用在越来越重要的银法族长照工作上 可以夹取 然后有各个感测器 可以避照 然后可以定位 另外商业经营科同学同样在老师指导下 发明制作得奖作品 驱鸟器 可以协助农民减少农粮损失 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当我们的鸟类经过这个黑色的小方块是我们的雷射 红外线感测器 那当鸟类经过的时候呢 它会传到讯号给雷射发射器之后发射雷射 然后来进行驱赶鸟类的一个效果 这个对农民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就是因为其实一般的鸟类它会去吃那些农作物 然后让它的收成没有达到理想 所以我们发明这个鸟类的心思希望可以解决农量的损失 其他包括会计科的同学也有优秀的作品展出 基隆商工75周年校庆 除了各界杰出校友回两家 并且表扬基优学生以及老师之外 现场更展出各科学生们参加比赛得奖的作品 包括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和市议员曾宜芳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秘书 都对学生的表现以及学校办学绩效高度肯定 我们现在的红校长跟我们历届的校长 陪着无限的杰出的校友 现在都在社会上各阶层的 尤其成如刚才我们红校长所讲的 现在的教育也结合 现在AI的整个教育 结合跟国际的整个接轨 我想是非常一个教育 也非常正确的一个教育 因为思维家长的我 我觉得小朋友健康平安长大是最重要的 快乐的成长才有办法让在外面工作的家长放心 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学校 以及老师对于美国人的付出 在这里一般也放过说 在祝福在场的小朋友学业进步 未来的路程能够一切设定 出社会可以把我们在学校所全的全部都奉献出去 机动商工校长表示跟上AI及机器人等国际潮流趋势 是机动商工持续培养学生具备时代及社会需求技能的教学方向 以我们现有的一些科别 包括我们的商科会跨越到工科合作 能够让孩子能够因应时代的趋势 更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一个所需的具备的能力 那我想机动商工在我们新任张耿辉理事长 校委会理事长的一个支持之下 一定会往这个目标继续的努力迈进 此外商工校长也陪同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立委林沛祥秘书黄生栋等人 一起参观校园各个摊位 包括国军以及海巡等单位 也都把握机动商工庆祝校庆的机会 在现场摆设直升机式无人机 吸引学生的目光 我们海巡署无人背景载具 但它以直升机成为直起降 无需跑道为最大便利性 可搭载双公鱼台摄影机 可30倍变焦及夜间摄影机 后面可搭载交往式救生衣 希望在校园招募更多优秀的人才 加入国军及海巡署保家卫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